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亲爱的朋友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 我觉得是意识能量学大师的经典之作 然后他的这本书新书叫做《诚服之想》 然后是由三彩文化出的一本非常棒的书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 三彩文化的芳于这个主编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先跟听朋友打个招呼吧 安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可不可以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大师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呢 这个作者是那个大卫霍金斯博士 然后这个作者其实他一生都在研究 如何解决人类各种形式的痛苦 然后他为了找出最有效的方法 他从医学、心理学、针灸、营养学 然后再到哲学、灵修门派、冥想等等 全部都有就是涉略去研究 然后所以他也是其实非常非常有名的灵性导师 因为他不管在医学的临床研究 或是灵性的体验上都有非常深刻的体悟 所以受到医学界、宗教界跟企业界很多的一个推荐 那他几年前因为年纪也蛮大 所以他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主要出版很多关于高阶灵性状态的相关书籍 可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他发现学生跟听众一直都在问他 如何解决日常生活的障碍 到底在概括 因为大家会想说 他即便教大家很厉害的高阶的一些东西 可是大家还是会问他说 我们要如何面对日常的压力挑战 我们到底要如何摆脱我们的负面情绪 而且不要让它干扰到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要如何消除多余那种不必要的感受跟杂念 那这本书就是作者研究这么多领域之后 发现沉浮是最实际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然后对大家日常困扰所给出的一个答案 是 好像就是你练了那么多招 就这么一招就好了 对不对 你干嘛去绕了那么大圈 因为我以前看过作者其他的书 然后因为他回到 而且是他比较晚年写的书 我想说晚年的书 反而真的就是回到他从很高的地方 回来看这些东西 帮大家找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是 就好像告诉大家说 我跟你讲 你看了那么多书 不用看了 就看这一本就 就所有东西都涵盖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一招打遍天下了 对不对 应该说很实用 真的很实用 是 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介绍 这一本书在谈的那个 臣服 这臣服到底在谈什么呢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呢 臣服其实是一个 可以是放负面情绪 然后让我们重回自在的一个 有效简单的一个方法 对 他可以 为什么他很实用 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地 而且一定有效 那到底什么是 臣服 那臣服的技巧 其实就是 允许你的感受跟情绪浮现 什么叫允许他们浮现 就是你不要试着用任何方式 或者是努力去调整你的感受 嗯哼 更特别 然后这也包含你要放下 呃 评断跟那些批判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杂印 这样子 单纯的只要就是单纯的让感受存在 然后专注的让感受背后的能量释放出来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很清楚很明白的 不管什么样的感受 那只是一种感受而已 嗯哼 所以臣服 我觉得我这样看下来 臣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放下 想要抗拒一些负面情绪 或不舒服感受的渴望 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人 因为一直抗拒 所以才会让感受一直挥之不去 嗯 所以当你放 因为你想什么 你就行什么嘛 对 那你就一直不在那个状态 你就出不来嘛 对 然后臣服很神奇的 就是当你放弃抗拒 不再试图去调整你的感受 呃 与他共处之后 他反而会自动转换成下一个感受 然后这时候 你会变得比较轻松 然后他的本身的感受 他会慢慢的消散 然后背后的能量也会慢慢的消退 嗯 是 对 然后很重要的一个 呃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 其实 呃 他有说 呃 其实真正折磨我们的 对 并不是事实 也不是我们的念头 嗯 是这些伴随而来的感受 哦 所以很多 很多人说 啊 我好想解脱 我要去找答案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里面 那作者他就说 其实 解脱的办法不是找到答案 是让困扰的原因消失 那所谓的原因其实不是说 啊 都是别人害的啊 都是他把东西弄坏 所以我现在很不高兴 或者什么 所谓的原因都不在外面 所谓的原因 作者里面指的原因是你的感受 嗯 是 对因为念头跟事实本身其实不会造成痛苦哦 真正的痛苦来源是你的感受 然后你一个感受又可以再创造成千上万个念头 哦 然后就感觉就是十倍二十倍一百倍这样子 哦 就有很多 我们就整个被带走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能够像内在的痛苦啊 去的感受去臣服 那很多的念头跟压力它其实马上就会消失 我们就会好过很多 那那消失了以后呢 就是消失了以后其实 嗯 取代而知的它就会是正面的感觉跟情绪 那我们所见所闻跟所感受的生活体验自然就会都是快乐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哦 很多人都觉得要快乐要追来的 可是当你也没了正面的东西 它会很自然的填进去 所以这也是我们内在很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 它不仅不费力 然后又可以维持在一个很美好舒适的状态 嗯哼 嗯哼 是 因为其实我发现就是很多人把比如说臣服变成 就是说 诶 我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头脑常常会有一个状态是说 啊 臣服 臣服是我放弃了吗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不是放弃 嗯 是 那会是说 诶 为什么 诶 可是大家在过程当中可能会想要放弃 因为 因为大家 旧模式已经习惯紧紧抓住了 其实臣服 呃 为什么常常会跟放下摆在一起 但是他不全然又是放下 嗯 是因为 呃 放下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会用放下逃避 自己不喜欢的就叫放下 对 可是你会发现你想放下又放不下 那臣服跟放下的不一样是 臣服你先跟他共处的时候 他会不自觉的自然放下 嗯哼 那你硬要他放下的时候 其实你以为是放下 但是行为是抗拒 嗯 这是大家常常忽略到的一个细节 是 所以他这边在谈一个就是那个 呃 当我们真的会 比如说 其实臣服的背后的含义就是 你已经信服了当下这所有的这个状态嘛 对不对 然后里面 就是得共处 对 里面有含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感受 并不是因为你的念头的关系 是因为你的感受的问题嘛 对不对 感受是让你不舒服的源头 嗯 但是不一定不是外面 我们都觉得都推给外面 都是我的家人 我的工作 我的很多东西造成的 但其实那些东西 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存在 是你认为 它对你造成伤害或是等等的 嗯 你才受伤 然后你受伤 你就难过 然后你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感受 然后各式各样的感受出来 然后你就会觉得 诶 他这个行为代表 他不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让我觉得我很 我觉得很失望 所以我很难过 所以我一直在负面情绪里面 可是你会发现这整个过程 你很难过 是感受 但是他做了什么 并不代表 他真的有那个意思 嗯哼 嗯哼 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众来讲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那里面谈一般人处理这感受的 分成三个 三种种类嘛 那这三种类到底是哪一些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来进行呢 就是很普遍一般人处理情绪 分成三种分别是压抑 表达跟逃避 那其实压抑是大家最普遍的做法 可是压抑它里面其实还有分 就是刻意压抑跟潜意识压抑 其实潜意识压抑其实大家很普遍 因为社会的价值啊 社会的一些规范等等的 让我们不自觉很多东西会 连自己都没注意到就压下来 这样子 那但长期不自觉的累积下来 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疾病 但所以很多人也相信 那我不要压抑了 我要把情绪跟感受表达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挥发 然后从中解脱 但是作者说 这样子刚刚好像反 因为他说当我们表达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把负面情绪 放大跟渲染开来 然后这些感受反而容易会更 你反而赋予他更大的能量 他不但挥之不去 有时候还会伤害到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还有一个 我觉得作者他 因为他有很深刻的体悟 所以他还有提醒到 我们一般人察觉不到的是 当我们把情绪发泄 跟表达出来之后 其实都会有残存的感受 自动压抑在我们 不容易觉察到的内在 对 就是我们常常发泄完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好 可是那个残温有没有 对 常常会处在我们的内在之处 那所以作者说 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为自己的情绪负起责任 我们要主动的消化跟化解 那这样子我们所表达的 就只剩下正面的感受 那这个消化 所以臣服是用来 臣服就是用来 作为就是消化跟化解 这些东西的 让他不存在 那第三个就是 刚刚有提到的逃避 那逃避其实就是利用 其他让人分心的事物 然后来躲避自己的情绪跟感受 但是 但是这个压力没有消失 我们常常以前的考试的时候 不想念书 我们就会东东东边吃 东西 东看西吃吃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 我的压力也没在 就是我的压力也没减少 他说逃避其实 最麻烦的地方是压力不会消失 然后他 但是这份压力 反而会消耗我们很多的精力 折损我们的能量 所以逃避 他其实也会产生很多身心的不适 或者是提早老化的现象 这样子 对 大概是这三个部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 就是 还有就是一个简单的 因为刚刚说下来 可能大家觉得 臣服这件事情 听起来还是很臭相 所以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可以让大家意识到 我们行动背后的情绪 那就是 问自己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你每跳出一个答案 就要一直问 一直问 一直问下去 然后一路问到底 你会发现 原来你潜藏的情绪是什么 那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可能里面有一个学员 他很想要一辆新的凯迪拉克 对 所以他的心智 搬出各种偷偷是道的理由 但是逻辑上都说不通 所以他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非要买凯迪拉克不可 然后他自己就回答 这样子我才能彰显出 我的身份地位 能够获得别人的肯定跟尊重 这个就是证明我一般人 成功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方式之一 然后他就说 又问自己说 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要拥有这样子的身份地位 对 那他的脑海又答案又浮现说 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跟认可 再问下去 我为什么要得到别人的尊敬跟认可 因为这给我安全感 那我为什么需要安全感 因为我要有安全感 我才会快乐 然后就是你这样一直问下去 为了什么 就是就能挖出 就是最底层的一个答案 所以最底层的答案是什么 这个人想要买新车的欲望 是来自于他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是 缺乏成就感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 还蛮厉害 因为每个行动跟渴望都能够显示 我们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感受 没有回到的感受 其实很多的物质欲望或是等等 都是来满足我们的感受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再从源头下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扫走很多源往路 就是其实所有的共同点 唯一的目标都是消除恐惧获得快乐 那情绪的连接到我们认定的物质 或者是我们的欲望 可以确保就是一些感受 表面层面的感受的满足 但是它其实未必是真正有意义的事物 嗯 是 没有你知道吗 我在看这本就是 呃成福之想的书的时候 然后也跟着跟着一些朋友也说 哎来快点快点 我们一起来看几段齁 一起来练习练习这个这本书 然后然后我们再来提这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很好玩 你就是我有跟朋友做了练习 真的问到最后大家都觉得 答案就是书途同归你知道吗 那如果我一开始可以解决这个 我根本其实不需要一量性重 所以人家很多会会用 就是这本书里面也会提到魅力 大家都会用 哎 表面其实把很多的恐惧跟不安感 呃 借由物质做一个盾牌 嗯 然后等等的去做这样 可是可是作者一眼就不能一眼 他就是他累积的功力 他他马上就戳破我们很多很多的盲点 嗯 对 所以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魅力 是是指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其实也有很多网红啊 网美啊 对 那我们就会 呃 有时候 而且我们社会上的广告真的好多 我们有时候其实会稍微迷思 是不是真的需要拥有这些东西 嗯 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 或者是我们真的要做什么样的打扮 或要有多时尚 我们才是真正可以吸引到别人来喜欢我们 对 对 那作者其实就是也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盲点 因为我们社会上有许多包装跟美化 可是所谓的包装跟美化其实是幻想 它并不是就是真正的魅力 嗯 因为你一旦就是不是真正的魅力 魅力你一旦去掉它的美化的那个外壳 那个魅力就不见了 嗯 是 对 所以呃 很多时候就是世界很多呃的广告等等要卖给我们 就是这种不真实 但是迎合呃一般人向往的浪漫 美化的欲望 但是很多时候 但是最麻烦的地方 它很多时候你买到这些东西 做完你会发现 跟广告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最后还是空虚一场 那那所以作者就会把我们拉回来 告诉你就是什么是真正的魅力 其实真正的魅力其实是别人想要跟我们往来 并不是冲着我们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们呃有什么样的社会标签 嗯 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头 其实是因为真正的魅力 它源自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是 是 对 我们所散发的特质会 会不会让人想亲近 然后会不会我们的存在能够 能不能够带来 给别人带来喜悦 那社会其实描述我们 呃 他们不一定会描述 这样有魅力的人是时髦的人 或是有名车的人 或是收集很多古董的人 然后标签也不再是什么公司的总裁 或董事会成员什么 别人会 只会说他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很喜欢跟他相处 我很想认识他 嗯 这种就是呃 真正有魅力的一个人 就是在他把所有的外壳全部卸下之后 你还是真心的很希望跟这个人认识跟相处 那这个就是他本身有内道而外的美丽了 嗯哼嗯哼 是 那那就是最后可不可以剩一点点时间 他还有什么样的重点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本那个臣服之想的书呢 我觉得就不用带大家就进入更复杂的 就很简单 其实臣服最重要 我们回到简单 臣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消除一切的身心痛苦根源 嗯 这这听起来好像很夸张 但是其实事实也是这样子 因为说到底 其实我们很多的负面情绪跟感受都来自同一个呃 源头 那当我们消除一定量的负面情绪 这个源头他就会跑出来 那这个源头被放下来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认同他 我们里面的小我也会就是瓦解 所以所以这时候他痛苦的源头就会上失了他那个力量的一个基础 因为其实作者最后也有提到 其实想要离苦的热气我们真的是人心的一个本性 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日子都能够过得如意得水 是 对啊 所以这个书的那个就是封面这边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放下让我们所有的进展 一切就会越来越好 对 好那今天谢谢那个 然后看完这本书也好想祝福大家 好啊好啊 很疗愈的一本书啦 因为我觉得 希望就是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那个就是还蛮好读的 并不是想象中这么困难 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做起来也是蛮有挑战的 因为作者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无我的状态 嗯 他已经把这个就是他 他很自然的写出 然后所以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用主持的 因为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他是已经在高意识状态 在就是写得非常非常的顺畅 所以我们也是当初花了一些时间去 希望能够把他的意思这样子接出来这样子 是我觉得疗愈的最最佳最终版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其实其实大家觉得越复杂越厉害 其实未必 是好 那那个谢谢方语跟我们分享那个 臣服之想 然后那个三才出的这本非常好的书 谢谢 谢谢安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